嘿大家 我們剛起床不久啊 然後現在呢打算去Boske 吃他的三種麵包 拿一邊工作 真是第四度過去了 現在好像對於三種麵包 沒辦法抗拒 因為我們最近去的那一家 三種麵包比較經典的那一家 他禮拜一天公秀 然後Boske呢他是週一公秀 不要好兩家有側開 那昨天其實我們有買水果啊 還放著在桌上 可能晚上就可以吃 就有收拾書包準備上學 準備上這個地球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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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上我的書包 這是我的十五包 這是我的十五包 書包 可以上來 書包那樣說有書嗎 書的形式不限於你所能想像的 大自然就是一本好書 是 聚 的眼鏡 的餅 的餅 OK 好 Go 我們點了兩杯國寶茶 這個是國寶茶 然後一個三種麵包 今天我們點的是 雅麻糬口味的 雅麻糬口味的 雅麻糬 吃吃看跟原味有什麼不一樣 有比較多的那種堅果 你覺得這個味道很好吃 好吃 我覺得有味道 我看到他骷髏頭 最近記得這本書 我說可以來檸檬一道 我要看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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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药善锅 我们今天点药善火锅 又快来吃锅了 超爱吃锅 一直又停不下来 快吃 先来喝糖吧 好哦 这可以装汤 这三百香还蛮便宜的耶 那是杏鲍骨很大块 来我们回到家了 回到家很久了 我现在在剪片这样子 那我刚才剪到一半啦 然后就是看我们的影片内容嘛 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一直来 好像一个问题就是说 先说是问题啦 就是说会一直很想要有很多的时间 然后做很多的事情 一直从我们这样子这两个月 或是三个月 从那知识博士的这个尝试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一种串起来嘛 或者就是去做一个推导啦 就说好像这个知识博士 这个饮食的体验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到 把这个刚刚你讲的问题给放下 因为或许我们可能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去理解 或者是去接受知道清楚 说我们不需要一直拥有很多的时间 去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靠某一个方法 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因为时间是本来就有东西 对对对 因为活在当下的话没有时间可以了嘛 可是我们却一直想要去追求更多的时间 对 于是我们找到了支持这件事情 但是 现在看起来 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一直支持跟果实 那我就突然想要说 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会吃那么多东西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说 但是我们却能够平静 是不是才是真的到了这个时候 才去理解 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时间 去做很多的事情 对 因为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问题啦 确实确实是这样 你真的很棒欸 这样我绰算整个就是一个 对 一个感应嘛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类似延伸问题 就是说会觉得说 要早起 对 那早起是为了想要有更多时间 做更多的事情 对 我们一直以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欲望 对 你说得不错 欸你觉得这个 这个发现很棒 就是说 就是我们不用早起 也不是说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很多时间啦 对 现在我们突然开始吃得较多 应该是说我们如果想要很多的时间 方法并不是早睡早起 而是去做你那次你想要做的事情 做到底就好了 然后不要想要有的没的 对 你就有那些 所谓的时间去做 你想要做 因为你已经做了 你就做了就有时间了 对 对对对 那我们一直到这个可能moment 才真正的去理解到这个的含义喔 嗯 而且还要透过说 我们最近开始吃得比较多 那吃比较多之后 也许可能会导致说 我们时间是被一些时间给压缩了 拿去吃饭了嘛 对 或是说吃饭之后可能 哎比较 早困 早困着早就睡觉 然后睡眠时间也比较长 对 然后隔天又比较晚起来嘛 所以时间又更少嘛 对 但是这次就没有像之前 那么想要延长时间 对 或者说接受 或者是真正的去接受 这个事实 因为我们也真的去做了 就是早上一起床 你想要写小说就写小说 那我想要好好就好好 我们正去做那件 我们也想要做的事情 对 有点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可以很轻松的 就是很有很多灵 然后突然很多灵感 开始写一些文字 嗯嗯嗯 有这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一些概念啊 或是理论啊 就是说 讲出来 看起来 讲中文嘛 都听得懂 不是看书 看文字当然看得懂 我看得懂中文 所以你会 误以为说你是真正了解 你这可能倒也未必 就是说我们可能都认同 那是活在当下好了 可是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确实 诶真的 因为我们会误以为说 我们是不是可能 就像也有一些观众 有跟我们讲说 可能天气变凉了 或是说我们可能之前去回家 太多天 然后太累 以至于说我们可能身体比较要虚弱 然后又开始 天气凉了也想吃一些东西 对 然后就是比较想要睡觉 对 比较想要睡觉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 就是这样现在 到现在这种感觉 然后这两天突然变得比较平静 嗯 对 突然发现说 可能这个历程是要教我们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对劲 对 好像感觉 不要对 不要 代劲 打到了这种 对 因为刚才说 不然是天气也好 或者说 转换什么的 但是还没有一种 哦 对有可能有可能 可是 你还是不要答案 但是这个有种 this is 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突然 对前面当下 就突然 有这个感觉 然后就 赶快给你讲 那我们就赶快拍起来 对 那这样或许 这个饮食食业 可能要带来的一个 讯号 可能是这件事情 或许是这件事情 It's very likely 这很有趣欸 对啊 这很棒欸 这感觉很好 因为这个是只有我们 这个体验是 是专属于我们的 因为可能是我们有这个问题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 帮我们引导到这样子 让我们去学会这个功课 这样子 maybe something去开窍 或是去 有种小灵感这样子 嗯 来让我们去 真 直视我们自己的那个 问题就是说 哦 觉得时间太少 然后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是属于 真的是 真的是for我们自己的东西 嗯 跟我们自己的一个 启发 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 跟我们自己的一个感想 而且这很妙是说 因为 我们只是之后 开始早起 然后一天 比较不花那么多时间 在吃东西上面的时候 时间变很多 以致我们可以开始 日更一片 对啊 对 然后 日更了两个月之后呢 就是 又想 还是想要做一些更多事情吗 为什么不得 然后 因为我们还是想要 多一点时间 可以在画画的小说上面 对对 因为 就是那个时间的比例上 觉得有点失衡啦 所以也蛮想要再调整一下 于是就调整啦 这件事情 会让我们突然意识到说 自己是不是又 原本是坏当下 可是 又是又跑掉了啦 嗯哼 对啊 也不是跑掉 而是说 我们的那个 需要调整的地方 嗯 就是需要调整的样子 总算是真正的了解吧 嗯 对啊 所以我才觉得说 就是要去 经历很多的事情 到后面才知道说 这件事情 我到底要学会什么事情 对 因为它这个并不是说 你做了A 然后就是B 这样看起来 我们从 不管是芝食 果汁 然后到 整个日更影片的两个月 一直到说 这这么一个长时间的一个 大专案嘛 嗯 才让我们去 诶解决到之前的某一个问题 嗯 透过这一连串的这么长时间的 各种不同的事件 嗯 串起来之后 然后还要经过两三个月 才有办法理解到 有这个体悟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 一直是尽可能的 就是去想要 随时想做什么事情 又做什么事情 去练习回来当下嘛 对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是一直 慢慢一点一点的去接近 对 并不是完全的 回来当下 那有时候是有可能 是会跑掉的 对啊 然后要提醒自己 再拉回来 没什么事 所以这它是一个 你懂 慢慢的 校正 校正 慢慢的那个 然后到现在好像 因为它又在校正 一些回来的感觉 对对 这次体验真的还蛮酷的 对 我觉得我们每个阶段 都有一些新的感悟啦 新的体悟 然后我觉得这个 真的超有趣的 真的超棒的 而且重点是 这个感觉很美妙 对 而且就是 就是我们两个 就是我讲你听得懂 你讲我听得懂 这个感觉真的很好 而且还要用这样音证 这样子 对啊 因为我们的功课 可能是差不多的 我就是那个 老瓜他的影片 讲的就是说 一起那个 溜滑梯下来的 那个好朋友啊 然后稍微姐妹这样子 对 对 消福 家人 就是 我觉得自己好像又多 知道一些什么的感觉 OK继续剪片 要不然这个可以发个 Podcast分享给大家好了 可以啊 可以啊 这就是算是我们近期 一个重大的发现了 嗯 还蛮重大 是在停止日更之后 然后开始 更有余裕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很难 很难说 就是你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得到这个东西 对啊 但是这个也没有人可以跟你讲 对 而且也可能是要搭在一起 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些日更比较紧密的部分 再搭配现在 看似好像相对来说 比较愉异的状态 整个combine在一起之后 那都体验之后 你才会知道 整个的那个感觉 你才可以 获得一个比较全面的 comprehensive的一个 对 对 vision 这其实就像是我们之前 在会员影片里面 提到说 就是有关于 你之前分享那个 我们的环保杯的 那一篇贴文 然后我们事后真正那部 那篇贴文背后的真正的含义 真正的想法 这样子 对 就是说那个 不管是物品的特性 给每个人的感觉 是不同的 就像是这件事情 如果我去体验 我才会有那个感觉 甚至每个人去体验一样的事情 给自己的感觉不一样 我使用同样的一个物品 就是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对 甚至那些知识的感觉 或果实的感觉 吃素的感觉都不一样 甚至上班有快乐跟痛苦 你一直有快乐跟痛苦 对不对 那每个人对于那个快乐跟痛苦的感觉 也不会一样 对 然后使用每个产品的感觉 也都不一样 那但是 而且重点是 你还要先去体验 你才有那个感觉 对 然后再也 你才有可能去 串起来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个人的事情 对 因为就算我们觉得说离职很好 但有些人可能离职很痛苦啊 对 他就不适合离职啊 对啊对啊 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 觉得要席帮宝贝是很麻烦的事情 他就可能不适合这么做嘛 对对 可是就是也没有对错嘛 有些人就是 我一定得吃肉 或者我一定得吃素 那也没有谁对谁错 但是 每个人吃素跟吃肉的感觉 可能又都不一样哦 虽然我是吃素 虽然我是吃肉 可是 吃的感觉是怎样 有些人是非常开心的吃 有些人是痛苦的吃 反正 那感觉真的是 非常的不同 然后每个件事情 每件事情其实 环环相扣互相影响 而且因为环环相扣 就是他跟你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 是会有相关的 并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件 饮食吃饭的事情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但是很有趣的是说 但是你要能够觉察出来 你才会想到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也是突然想到 你也没想到 我没想到 所以你想到这东西很棒 让我就是 可以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对那你知道 我也不是说 我刻意去绞尽脑子去想 对 因为你看了我们的影片 对 我就是在剪 就是昨天的影片啊 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 日更影片的话 你没有剪到我们的影片的话 就不会想到这件事情 可能是不会想到 或许就是 可能又是其他的机缘 那种我也要去注意 要不然你可能 剪片就是很认真 很认真剪完 然后会出答案上传之后 然后也就没了 确实 因为如果说 我们没有日更影片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 知识啊 有时候果实啊 就是到现在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回顾自己 在讲什么 对 没有去回顾自己的生活 对 没有去看 没有去剪片 对 没有再重新看一次 当天的生活 我们不知道说 就那次说物品也是啊 就是说我去购买一个物品 或是我去 断捨立一个物品 可是我只是去做那个行为 我去剪片 但是我如果没有去 检视 去思考 不是去反思 那这个也要 或者是观察自己的话 你可能 就是只是在做某一项行为而已 可是那个行为可能 对你还是没有任何意义 嗯 就是无传结完之后 你今天的就上传出去 然后就 就换下一天了 所以我们从 开始想要接触知识 一直到 日更影片 直到现在 就是在心事嘛 都是安排好的 对 安排好可是你也要 感觉得出来啊 感觉得出来这是安排的啊 一般你觉得这并不是安排的 而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对 真的这边讲太玄了 我觉得都是安排好的 对啦 这是内心声音安排好的 对 OK OK 都是看的 Funny 感谢你跟我分享 感谢 我要感谢我的一个灵感 跟我分享 请设我一拜 笑死 那就是回去整理物品 OK 棒棒棒棒 继续讲片 OK Bye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做完一个简单的睡前伸展 那布兰达已经去洗澡了 那我们也等下准备就上床睡觉啰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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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